歡迎大家再次來到《明報財經》 我們關於營銷的一個直播 我是Bernie 我們今天會跟大家分享關於一些 近來一個大熱的話題 就是我們MIV的已經很多人在用 似乎大家都可能會有人口轉移 由Facebook搬到MIV 我們如果是做品牌或者市場 是不是應該開一個品牌的專業去營銷呢? 在那裏做營銷是否能夠走通呢? 今天會跟大家去探討 我是Bernie 我是一間數碼營銷公司的創辦人 我是電台主持 也在《明報》專欄裡面 有跟大家每個星期一分享一些營銷的心得 我平時也會幫很多不同的一二線品牌 或者去做一些網上的營銷 所以希望日後也可以有更多的案例跟大家分享 而今天會集中講MIV上的一些營銷的心得 其實我相信很多朋友 現在對於MIV仍然有點猶疑 究竟我們應不應該做呢? 甚至有些朋友會想到究竟是一個什麼軟件呢? 我相信有些朋友已經安裝了 但我也相信有些朋友可能到現在這個情況 仍然是抱持一個觀望的態度 又或者是安裝了一個APP 可能用了一兩次按一下 按一下朋友之後就沒有再用下去了 究竟應該怎麼去營銷 怎麼去策劃 應不應該幫品牌這樣做呢? 我們今天會跟大家探討 不過先講一講 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對於這個軟件 可能都還沒安裝或者還沒完全了解 跟大家做個簡單的分享 MIV這個軟件其實也不應該當作一個新鮮事 因為其實這個軟件在2012年已經推出了 當然他剛剛推出的時候是不是這麼受歡迎見仁見智 最近大熱的原因當然是因為美國大選 川普也說他被很多例如Facebook那些打壓 所以鼓吹大家說用一些沒有 censorship的社交媒體平台 那麼MIV也是其中一個他講過的 當然不僅是MIV 香港人也經歷了一些Facebook 突然間將整個項目 整個群組都關閉了 甚至乎近來剛剛也說到 這個在台灣的一個消息 就說已經打三個數字 那三個數字就覺得很敏感 就會被Facebook整個帳號停用 停用一天 這些都是真的事實發生了 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對Facebook好像有點不滿 所以就有MIV的人口轉移熱潮 所以上兩個星期很多朋友我相信都開了MIV的帳號 那麼你究竟有多少更新的個人資訊呢? 你又有多少朋友已經登錄了 又要保持著把他的資訊放上去呢? 這個值得去想的一個問題 那麼我們看看MIV這個軟件 其實也挺有趣的有些位置 先說說他的賣點 原作的創辦人也是 叫做Marker也是 但當然不是Mark Zuckerberg 那麼他就在自己的網站也強調這個軟件有三件事先說了 沒有廣告 不會有間貼軟件 也不多廢話 只是給你看一些你想看的內容 如果再深入一點去看 我覺得應該要 highlight 的三個重點就應該是叫做沒有實名制 意思就是說你想在MIV上登錄了之後 用了一個電郵或者電話號碼 登錄了之後 開了一個帳號之後 你想用什麼名字都可以 就是你可以用你一個真實的名字 或者你的筆名也是沒問題的 個人帳號裡面可以這樣用到 那麼 也是沒有廣告的 可能很多朋友用Facebook的時候都會很頭痛的就是 哎呦我真的很不想看那些廣告 那怎麼辦呢 你應該會頗受到MIV的吸引 因為他說他自己是沒有廣告的 另外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沒有演算法 什麼是演算法呢 可能有些朋友也心中有數的就是 你很辛苦為你的粉絲頁 當是存了100個粉絲 你出一個帖子 其實就不是100個粉絲都看到的 可能看到的是5個 3個 甚至乎是1個而已 我們這個叫做自然觸及率 即是organic reach 再者就是 你在你的Facebook的News Feed上 你看到的內容 其實你看到什麼不是你自己說的事 是Facebook後面經過一些計算 一些演算 他覺得你什麼適合看 他去給你看 再者就會更加將一些 因為畢竟Facebook的收入都是廣告 他就將更加多的廣告 或者適合你看的廣告 推向你的News Feed上 所以你就會看到那些東西了 可能你經常都會說 為什麼我有些朋友加上了 都沒有看到他的內容呢 這個就是演算法其中一個情況了 因為Facebook理解的就是你跟那位朋友好像不是太熟悉 不是太多互動 所以變成他的資訊比較少 放到你的News Feed上給你看得到 所以這三個VV的特點 沒有實名制 沒有廣告 沒有演算法 對於用家來說 對於用家來說 似乎是挺吸引的 不過你可能要聽到一個重點 就是對於用家 對於品牌 對於做商業 營商的朋友來說 這些是不是有好處呢? 沒有廣告是不是有好處呢? 值得去想一想 我待會再探討 很多朋友馬上都會想 你又沒有實名制 沒有廣告 沒有演算法 最重要的是沒有廣告的話 你怎麼營運呢? 你的錢是怎麼來的呢? Miri對於用家來說 其實它有些套餐 它有其中一個套餐 就叫做Miri Premium 就是收費的 收一個費用 現在正在做一個可以試用的 就是一個30天的免費試用 正如畫面上你看到 然後下去好像大概是5美元 可能是40港幣左右 一個月就是收費的 裡面可以讓你用到什麼呢? 就是畫面上你看到 你可以將一些 你可以有video journal 你可以有無限這麼多的video call 有emmoji的sticker 你可以轉你的主題 轉Theme 以及你的網上的storage 就會大一些 以及可以有一個batch 有點像Linked 告訴別人你是premium user 長盡你可以上過他們的網站 或者APP裡面 你也能看到 這一系列的功能是收費的 是收用戶的費用 如果你想用到或者 最簡單 可能你在用Facebook的時候 現在你也可以很帥氣的 喜歡轉一個dark theme 黑色的 如果你要在Miri裡面 轉一個黑色的主題 是要收費的 那麼 費用就是剛剛所說的 大概是40元 整個畫面上所顯示 就是38元一個月 那麼聽下去 見仁見智了 你覺得是不是適合你用作為一個user 但是我覺得 一個沒有廣告的平台 他收取這個費用 會不會是令你動心呢? 就有點像是現在YouTube都有一個收費的服務 是令到你user不需要看那麼多廣告的 這個就由用家你自己的衡量了 不過這些全部都是屬於用家方面的一些考量 你看到其實那些sticker 或者是emoji 轉身那些 在Facebook都屬於免費 其實那些免費 某程度上是因為有廣告 收了廣告箱的一些費用 所以就讓到user就可以免費使用了 希望大家明白一些社交媒體平台 或者網上免費服務的一些平台的一個營運的一個情況 營運的一個生態 但是作為一個品牌或者一個商業用途的話 又有什麼情況呢? 原來你要在MIV上面一個品牌 如果你要開一個項目 你是收費的 這個費用就是1.99 就是大概2美元一個月 就是可能15-16港幣一個月左右 Facebook開一個項目 是不用錢的 開多少個項目都不用錢 而在MIV上面 要開一個項目就會收取你大概15-16港幣一個月 一樣 你明白 Facebook當然是恨你開多幾個項目 開多幾個項目之後 你就發覺出的帖文又沒有人看到 為什麼? 因為現在不是亂派給別人了 你給錢 我就給一些廣告或者給你的資訊 放給你的目標客戶看得到 你不給錢就沒有了 雖然那個項目是免費的 反過來 在MIV這個情況就是開一個項目收你錢的 不過你之後出帖文 就基本上都叫做100%給了你的一群 就是follow了你的項目的那群粉絲看得到的 那麼你就這樣聽下去是不是公平一些呢? 就好像說 對於品牌來說 那又多划算 雖然你可能覺得開一個項目要收錢 總是還不習慣 因為Facebook是不用錢的 但是如果你心想就是 我2美元一個月開了一個項目 是我的粉絲追蹤了就看到的 好像也值得 因為我在Facebook 可能那個項目不用錢 但是我要下廣告 下廣告一定是不止每個月花15-16元 是不是? 一個post 你一個小時你可能已經按了那15-16元的港幣 下廣告上 如果你要認真去做一些宣傳 是不是? 所以聽下去算下去 還是很徹底的 不過是不是真的如此? 當然要跟大家再深入探討 所以總括而言 我覺得MIV對於用家來說 三個很大的特點就是 武實名制 你用什麼名字都可以 好像身份可以比較容易隱藏 沒有廣告 好像看的內容 就是全部我想看的東西 不會讓一些不想看的廣告 押到你自己的新聞片上 也沒有演算法 就是我的朋友 我跟著的項目 我追蹤的項目 出什麼內容 我就看到什麼 這三點好像很棒 不過我先講一講 大家作為一個 雖然今天我都會比較專注在商業的用途上 但是作為一個用家 無論你是普通的用家 或者是商業的用家 你都要知道沒有實名制 這個情況就不代表完全安全 因為我相信很多熟悉一些技術的朋友 去研究MIV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心裡面都有一個疑問 就是為什麼這個程式寫得好像這麼過度簡單 我言下之意希望大家明白就是保安的程度 其實不是做得這麼理想的 最簡單我們現在用很多軟件都會有雙重認證 現在MIV的雙重認證是沒有的 而且也有很多保安 也不是這麼理想的 所以千萬不要覺得一個軟件 可以容許你不需要用這個實名 就代表你在上面做什麼都是安全 這個對於用家來說 你要留意的 當然了 安全方面 對於品牌或者商業用戶來說更加重要 你也不想你的頁目無端端會被人倒用 這個我覺得用MIV是要留意的 我覺得保安程度暫時略然不足 但是我也不可以當它是一個新的軟件 新的平台 因為這個平台其實也好一段時間了 我們很多朋友都會笑稱MIV 其實也說自己創辦人是因為覺得Facebook怎麼這麼不好 又有判斷 就是那些又要去篩選內容 又會做很多演算法的事情 覺得Facebook不好 就衝著Facebook的不好 所以我去創作MIV出來 不過大家也要留意這個MIV 其實是看著Facebook來做一個抄襲 意思就是說它其實有很多功能 戒面等等 都是跟著Facebook去做出來的 所以你看到很多功能 很相似、很熟 或者也算是很遷就 因為其實它基本上都是跟Facebook很相似 我不可以說它是完全一模一樣 因為有幾點 我也覺得值得 為大家去描述一下 例如在MIV我覺得它有四個我也覺得頗特別的地方 例如它有一個叫做雙鏡帖 它的雙鏡帖就是 其實它可以容許你手機的前置和後置鏡頭 同時去拍照 來拍一張照 這個其實也是 為何它叫做MIV的一個原因 因為你看看這個畫面你就知道了 因為它其實想說 剛剛我也是黑色的 其實左上角就是我自己的自拍 就是前置鏡頭 拍攝著我和一班朋友的一張照片 拍出一張照片就好像前和後都會看得到的一張照片的創作 好像挺有趣 另外就是有錄音的功能 有錄音可以做一些回應或者出帖子的功能 這個好像也是一個創意 或者大家可能用WhatsApp也習慣就是按錄音 這是我自己最不喜歡的功能 因為我是很討厭錄音的 因為在譬如我有時候用WhatsApp 或者正在做事的時候 或者正在做直播的時候 如果你打字我們也可以看得到 我放手機去旁邊的時候 但如果你錄音我就要拿著手機來聽 如果正在開會的時候其實很不方便 如果我覺得用這些社交媒體平台更加 有時候開會你也可以掃一下Facebook來看 但如果它是錄音的話 難道你開一下會 拿一部手機來聽聽朋友錄了什麼音 另外那些帖子可以有投票 有些像Instagram的功能 Facebook就沒有了 Emoji去回應 這些都是我覺得MeV的平台上 一些頗特別的特點 不過我自己也要說回就是 MeV其實現在有些功能是缺少的 這些我覺得品牌是要留意的 它現在是沒有直播的功能 很簡單 就是我們現在 這個是在明報財經的Facebook 那裡做一個直播講MeV 為什麼我們不在MeV做呢? 因為它沒有直播 沒飯看中文 當然我會明白很多可能 做商業用途的朋友 或者是做品牌的Marketer 語言對你們來說不是一個問題 我相信對很多香港朋友來說 語言也不是一個問題 但我仍然覺得 如果有選擇之下 很多香港人仍然會選擇用繁體中文 去安裝一些軟件 它會覺得方便一點 使用上也比較遷手的感覺 所以沒有繁體中文是一個問題 有些朋友是會卻步的 不過它說接下來會出的 另外就是剛才說的 沒有雙重認證 這個安全問題我覺得要考慮 所以如果MeV是衝著Facebook的不好而來 它衝著Facebook的不好 所以我要創作MeV 但是它又補充Facebook的一些功能 甚至乎我覺得它基本上可以說是一個簡單版 或者是昔日的一個Facebook 你想像一下Facebook當天也是沒有什麼演算法 當不很多人用的時候 你出的post 因為我還記得我接觸的年代 是可以有差不多有10%或以上的自然觸及率 100個粉絲有十幾個看到 現在可能有一個已經很開心 所以還有一些功能等等 都是有點像Facebook以前的情況 我也會想 就是當如果這個軟件真的越來越多人用的時候 它會不會又重度覆轍 去到越來越像Facebook的一些限制呢? 它今天強調的一些優勢 在第二天又會不會沒有呢? 當越來越多品牌在MeV上面登錄了 它們真的想做一些宣傳的時候 現在是沒辦法的 它現在只是能夠在自己的頁面發內容而已 在Facebook品牌仍然有機會去推一些資訊 給我們的目標客戶 現在跳出一個用戶的身份 從商業角度去想 Facebook你的post 不是那麼吸引 但是是宣傳你而已 你也還有辦法去推給你的目標客戶 大家現在經常都說 看到某位Motivational speaker 經常都推一些資訊 在YouTube或者Facebook給你 你不想看 但是也有很多人在買他的課程 他也賺到錢 那些東西就算不要看不吸引 是討厭的 那些人討厭他的廣告 但是他有辦法下廣告 在MeV現在沒有這個辦法去做廣告 這個是品牌要留意 如果你想做宣傳 你特別在聖誕節或者新年 我要推一個產品推一個優惠的時候 你暫時是沒辦法的 再者 如果我們講到大家都說覺得 現在的MeV人數多了很多 我們是不是真的可以摒棄Facebook 現在全程全身投入去MeV那裡 其實有幾個功能 我覺得Facebook暫時有一個絕對性的優勢 首先第一件事 特別近來 Facebook群 Facebook公司的組織下 其實增加了很多商店的功能 Facebook購物 Facebook購物很重要 其實Facebook旗下還有Instagram和WhatsApp 而Instagram除了購物品 他也推出了Instagram的購物 你在上面也可以買東西 而剛剛過去那段時間 也有一個WhatsApp的功能推出了 就是WhatsApp的business account 其實可以給你有一個叫做WhatsApp的卡 購物車的功能 我在接下來的星期一的明報財經營銷專欄 也會為大家介紹 你看到 因為Facebook旗下的Facebook、Instagram和WhatsApp 都是同一家人 他們互相的聯繫其實是很緊密的 你可以想像一下有一天 我就會在Facebook購物裡看完一件產品 又或者在Instagram上選完一件產品 我要埋單的時候 會在WhatsApp收到一個訊息 就會跟商家買得到 這些這麼緊密的功能 再配合Live Streaming 以及Facebook現在現有的一群客戶 還可以下廣告等等 似乎 Facebook 都真的是一個 暫時還是一個鐵膽 你看到畫面上就是我講的 其實Facebook Live 所以當你去考量 好像MIV現在大熱 你應該要從三個角度去看這件事 首先第一個就是 會不會是從用家的角度去看 你當然覺得某一些沒有廣告的功能很棒 但是當你從最右邊 畫面最右邊 當你自己是一個品牌的時候 你又怎麼看這件事 是不是真的對自己一個品牌有利 你的品牌又在發佈什麼內容呢? 所以還有中間那件事 那份報紙是什麼呢? 我想說其實從媒體的角度去看MIV 暫時從媒體的角度去看MIV 是一件好事 因為媒體經常都有很多新的內容想去發佈 有一些新的資訊想去發佈 而讀者或者用者是想看那些內容 但是作為品牌 有時候都是對不起也說一句 品牌有時候做的內容 雖然我自己幫很多品牌去做一些內容營銷 但是有時候都跳不出 或者甚至有些品牌自己做的時候 沒有去考量內容營銷的角度 它只是會放一些很宣傳性 很產品性的一些內容在裡面 變成了整個情況內容未必好看 所以大家要留意 未必好看的內容 會不會成為了一些用家會擔心他們 可能會離棄自己的Facebook頁 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看到網上有些朋友都說 就是沒有廣告 他們怎麼賺錢 所以Heyman有說到 他賺錢的方法就是剛剛說 Premium 開網站收你那些錢 是月費 是不是開網站就沒有什麼優勢 所以我自己覺得暫時來說 媒體是有優勢的 我覺得暫時來說 Jacky你講得很好 就是我覺得在MIV上面 你要想很多的 content marketing 這個也是我一會兒 想給其他品牌或者媒體 去思考的一點 講到MIV大熱 我們看看真實數據好不好 這個就是Aptopia的一個數據 剛剛去到12月5日的一個數據 這個就先看美國的下載 很明顯地你會見到 美國大選或者那段期間 這兩個紅色的是MIV的 engagement 左邊的幅是engagement 就是有多少人在上面很投入 右邊的圖就是說下載 就是有多少人下載的聲幅 藍色的是另一個跟MIV或者Facebook相比的 其中另一個軟件 這個就叫做Parler Parler在香港不是太多人提 我們就看回紅色的線 MIV 你看到 真的很對不起 不只說我們不要笑香港人三分鐘熱度 其實美國也是三分鐘熱度 很多人在大選期間很活躍 但是過了一段時間 不論是engagement和增長都下降了很多 雖然我說的是美國 大家值得去想一想 會不會全球的情況 甚至香港的情況 其實都會是這樣 MIV會不會只是一個三分鐘熱度的情況 不過我開心的是其實也有多少內容的專頁 已經移師了 在MIV裡面 都開啟了他們自己的專頁 例如一些 譬如運水財經 一些插畫師 他們都開了很多 那麼 如果你作為一個品牌 你覺得說 是不是這樣 聽Bernie你說了這麼多 我都未必需要去開了 那麼 有利一點我要提提大家的就是 其實有一個案例 有一個案例 就是 香港TV Mall 在早時 即11月底的時候 已經在Facebook發了一個公告 就是要小心 因為有人冒用HKTV Mall這個名字 在MIV上面開了一個帳號 言下之意就是說 各位品牌朋友 如果你是一個品牌 可能你也需要去想一想 在MIV上面先開了你的帳號 避免被別人去冒用 那麼 對於品牌 特別是一些知名品牌 你可能真的需要去做這件事 我又這麼看 我也覺得值得 因為你說的月費可能十幾元 你一年 可能也只不過是200元 你就用住 你是不是看了一年會如何呢 你當會比足一年 好嗎 如果不興趣 那就沒事了 如果興趣最低限度 你有一天 有一天你想去轉移 真的要轉移 或者用了MIV帳號的時候 你也不會被別人拿了 是不是 那麼 我也很同意 康永伊在Facebook上面跟我們說 人們習慣了Facebook 是不會這麼容易轉到其他平台 即是正確 你可以想像的 就是你現在下載了的MIV 究竟你用了多少次 是不是 那麼我覺得 MIV現在對於我來看 它有點悲哀地說 我覺得有點像是Forum或者RSS reader 有些像是因為很多媒體 或者是一些專業 可能是個人身份 未必是媒體公司身份 它在上面發佈內容 再內容營銷 那些我會用MIV來看 因為它也有很多精彩的內容放在那裡 可以直接看到一些我想看的一些作者的內容在上面 甚至乎好像有幾個媒體放在一起 但是我平時也會用Feedley來看我的幾個不同媒體 就當作是一個新聞攝影師去看 現在我用MIV有點像是這樣的 那麼 我又引導大家去想一想 如果你作為一個品牌 你可以想像那些用戶 其實要移來MIV為什麼 我覺得Facebook太多廣告了 所以我移來MIV 如果你是一個品牌 你的專頁裡面又是只有廣告的 你覺得那些不想看Facebook廣告 而移民過來MIV的朋友 又會不會去Like一個 只是發佈廣告的一個專頁? 如果給我 那我當然不會Like你的專頁 我當然會Like剛才說的內容的專頁 因為我想看內容 是不是? 所以大家留意 特別如果你是一個品牌的話 你還要想 就算我當你有這樣的情況 你開啟了MIV的帳號 其實沒有廣告 你是交不了數 特別你要做宣傳的時候 你可能是交不了數 你可能觸及不到你想觸及的一些用戶 甚至乎那些還不是你的專頁的用戶 你接觸不到他們 還有我覺得值得擔心的就是 其實在MIV上面的用戶 下載了MIV 是不是真的這麼活躍呢? 所以大家真的要認真去考慮 除了這個之外 大家還應該要想 就是每一個社交媒體平台 其實應該有一套為他量身訂造的內容 因為每一個平台上的讀者 他的行為 他的用戶習慣都是不同的 例如我看Facebook 可能你長一點的文我都會看 Blog長文我都會看 但如果在Instagram上面 太長我就已經不會看 可能那幾幅圖就要最重要了 究竟在MIV上面的用戶生態是怎樣 我們還需要一些時間去看一看 不過不代表 你 還有更加要考慮的就是 每營運一個平台 是需要用相對的資源 就算可能有些人 說我不是照顧一套Facebook或者內容放在上面 首先講一講 如果你是照顧一套Facebook的內容 或者將裡面也是MIV營運成 全部都是一些宣傳的內容 究竟用戶為什麼要去追蹤你的MIV的網站 我看你的Facebook就可以了 甚至乎廣告 我跟你的MIV的網站做什麼 追蹤你做什麼 不過品牌也不是完全不做事的 第一件事應該要做的 其實也應該要霸佔地盤去的 我覺得你應該要為你的品牌 特別一個很緊張的品牌 去做一個品牌保護 正如我們網上Kenneth這樣說 去保護你自己品牌的形象 所以就在上面開一個項目 開一個項目的時候 還有一個提示給你 譬如 如果明報財經要在MIV上面開一個項目 千萬不要開一個項目叫做明報財經 NP Finance 你開的時候 就這樣寫NP Finance 因為MIV會自動將中文變成亂碼 英文就會變成你的項目名 所以你先開一個項目叫做NP Finance 然後開了一個項目 先在裡面改名叫做明報財經NP Finance 那你就可以 英文的URL就很乾淨 就叫做NP Finance 如果你的名字一開的時候 有中文 會變成一堆的亂碼一堆的數字 如果你的名字已經有人用著 譬如我公司叫SoSo Stan 我開了一個項目了 如果你再有另一間公司又開一個項目叫做SoSo Stan 全英文也好 兩個名字去撞的時候 它的URL會加了一個數字在後面 所以第二間開一個公司就會叫做SoSo Stan 1 暫時 在MIV的世界裡面 是不能給你改這個URL的 Facebook有得改 但是MIV是暫時不能改的 這一點要留意了 另外我覺得 Marketer也值得想一件事 就是保持一個學習心態 雖然MIV不知道 觀望態度可能會大熱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 就是多了內容的朋友 開了MIV的項目 但是用戶的活躍程度似乎又不算太活躍 不過作為Marketer 經常都應該要有一個 Growth Mindset 一個學習的心態 因為Live Long Learning 社交媒體就是每天都會變的 可能不是MIV而已 明天都會有新的功能 或者新的平台推出 保持一個學習心態去看一些新的東西 裡面可能會讓你學到一些 留意到一些社交媒體上面的 一些行動 可能可以幫到你做未來的營銷 又或者我就覺得 網上Jacky和Kennyk都說得很對 就是是不是就是內容營銷 以及Content Strategy 和Content Marketing 品牌的朋友 你可以想一想 當你發現原來你Facebook上面做的事情 放了 如果給你有機會放到MIV上面 人們是會害怕的 是會不追蹤你的項目的 你也值得去想一想 會不會 你其實一直都是用這些社交媒體平台 單單純純去放一些 宣傳的內容 很多人在社交媒體平台上 其實是想找一些對自己有價值的內容 你有沒有為你的品牌 做一些有價值的內容 提供給你的目標 客戶目標受眾 為什麼媒體在MIV上面成功 插畫師在MIV上面會成功吸引到人去追蹤 因為他們提供用戶想看的資訊 最後再提一次就是 如果一些用戶 由Facebook 大遷移過來MIV就是不想看廣告 而你在MIV上面開一個項目 直接放宣傳和直接放廣告 沒有為用戶提供價值的話 沒有細心去想你的內容營銷策略的話 其實用戶是不會真心追蹤你的項目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各位品牌朋友 你都面對MIV的時候 一個新的平台的時候 可以抱持一個霸注地盤 保護自己的品牌形象 甚至裡面可以出一個公告 就是我們暫時還未會營運MIV的項目 如果你想看回我們正式的公佈 可以回到Facebook或者我們的網站 而不讓人找到你 而不讓其他想如目混珠的一些有惡意的人 去用你的名字 在MIV上面營運 如果你有其他問題 歡迎你 可以放到《明報財經》 我們這個直播的內容留言上面 我會盡量回答 或者稍後我會跟大家去回答 也很感謝大家收看我們今天一個 講MIV專頁做品牌營銷行 不是行得通的一個分享 其實我逢星期一會在《明報財經》的創科 《新經濟》裡面 和《明報》的《Money Monday》 跟大家逢星期一都分享一些營銷的資訊 下個星期就會跟大家講一講 WhatsApp的WhatsApp Card購物車的一個功能 所以如果你對營銷是很有興趣的話 就記住留意我們的專欄 而且你想拿到一些最新的免費營銷內容 都可以探索這個QR Code 寫下你的電郵 和確定 我每個星期都會把一些最新的營銷資訊 可以放給你的 當然如果你有一些關於你品牌的營銷的內容 或者策略你想跟我去聊聊天的話 都可以抄下我的個人聯絡 歡迎你隨時用電郵和一些不同的方法 渠道跟我聯繫 一起溝通 甚至乎有一些資訊你想在 我們的《明報財經》的直播節目裡面去討論的話 都可以告訴我 今天的內容就到這裡了 多謝各位看我們的直播 如果你有其他營銷的問題 歡迎你繼續留言給我們 我們會盡量解答 也希望在日後的直播節目裡面 繼續跟大家見面 如果你有些問題想我們在直播節目裡面 跟大家去回答的話 都歡迎你告訴我們 如果你有 riot 你的去看看 你的山達 我會既然的 我放鞋要兩 Winsto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